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冬的早晨 太阳刚能照进琉璃场 这里就已经熙熙攘攘了 宋世义每天都会来到这条街 但他并不是来买文丸字画 他是在找石头 宋世义是一位有着五十多年治愈经验的老师傅 可就算他和玉石打了一辈子交道 也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证 每一块原料里玉石的材质和价值 这是从表皮外观去判断 它的指定和颜色 就像赌博一样 这种赌玉在玉石行里 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叫一刀穷一刀富 在行里常常会流传着 某某人因为赌石而一夜暴富 也会有人因为赌错了石头而穷困潦倒 这个玉料市场他来过无数次了 还是没能选中一块令他称心的原料 宋世义常说支撑他生活的有两条腿 一个是玉雕 而另一个就是京剧 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 是我一生最敬仰 最崇拜的人物 我们拍摄宋世义的2014年 恰逢是梅兰芳诞成120周年 宋师傅想做一件作品 纪念自己的偶像 要找到一块适合这种品材的料 是可遇不可切 如果将玉石原料的表皮包掉 玉石的材质和体积将会更容易判断 但它的价格也相对变得更加昂贵 在纯粹的玉石原料和明确的玉石原料之间 宋师傅开始越来越倾向选用一块明料 寻找到一块合适的预料 其实也是一种难得的机缘 玉石的形成需要亿万年的时间 并且每一块预料都是独一无二 而它又能够被宋师傅所选中 这也确实可以称之为天作之合 不同的预料 根据自然的形状和天然的材质 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反复的琢磨 才能把玉石雕刻成为精美的艺术品 宋师傅想做的作品 可以说酝酿了几十年 梅兰芳是享誉国际的戏剧表演艺术大师 一生拥有众多的戏剧作品 宋师傅虽然选中了玉雕的原料 但雕塑怎样的造型 才能表达出梅兰芳的主题呢 玉雕的制作工艺 粗略的可以分为 意 绘 灼 灼 光 这几个环节 意 就是要先深入了解玉料的特征 玉石有着不同的种类 质地和颜色 宋师傅选中的这块玉料 开采于新疆的和田 和田玉是中国最上乘的玉料之一 被称为中国的国玉 玉派艺术和和田玉 它有一个内在的联系 和田玉呢 它是温润 浑厚 内敛 这个玉派艺术呢 朴实 敦厚 它的表演艺术不过不及 中正平和 玉石和戏剧 在宋师傅的脑海中 形成了意念和审美的联系 但它还不会轻易地动手 在这块珍贵的玉料上 雕刻怎样的造型 还需要深思熟虑 很多时候 一块预料 甚至要这么端详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找到那份敏感 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宋师傅都沉醉在梅兰芳的戏曲艺术中 从各个不同的戏曲造型和唱段中 去寻找 与手中预料 形态 走势 能够完美契合的梅兰芳主题 梅兰芳的经典曲目众多 各个都是艳丽华美 举手投足间 意韵悠长 直到宋师傅看到贵妃醉酒时 觉得美玉的圆润 和贵妃杨玉环的雍容华贵相得一张 这块料的特色就是 表层正面一层撒金皮 做梅兰芳的贵妃醉酒非常合适 能够体现梅派艺术的雍容华贵 这个正好上面这块做一个凤冠 这个中间有一个白的部分 正好是在脸部 下面做一个扇子 扇子底下有一个用白的做手 惠玉就是在形成玉雕构丝之后 在纸上和玉料上绘制图样 根据玉丝之后 在纸上和玉料上绘制图样 根据玉料体积 质地合理布局 惠玉的笔法就是采用 中国传统的白描工笔绘画 应该是细致入微 丝丝入寇 实际上玉雕就是一幅立体的工笔画 在纸人物的神态 是惠玉的最高境界 而这不仅需要记忆的锤炼 还要有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远古时期的耸立山峰 今天正在召唤 像往那边跑的那种冲动 有冲动的我跑不动了 上古时期的浩瀚海洋 仍然郁郁生机 这种变化 就是改变我的机会的生活 改变我的生活机会 千百年锤大出的记忆 在传承与创新中前行 像流动的小核丽一样 它整个是流动的液体的泥流 我六岁开始就学习刺绣 当我坐在绣架上 绣东西的时候 慢慢都会很迁就我 当国营就厂房 遇见艺术画廊 六毛钱一瓶 有一天有特色的 有砖头墙 很难找 这是一个政治办法 有些工作 流水绕古街 小桥连老铺 青池围旧宅 传统的建民房 几乎要倒塌了 后来给它进行了一个维修 美丽乡村 指尖上的传承 中国故事 中国之心 游走中国 五州传播中心 携手凤凰卫视 2018年1月1日开始 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小喜爱绘画的宋世义 1964年 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 就被分配到北京玉器厂 踏入玉雕这个行业 在玉器厂 宋世义有幸是从玉器大师 王树森 在刚开始学艺那几年 他手上经常拉出血口子 而他得到的回应却是 不拉掉几两肉 能学会磨玉吗 宋世义告诉我们说 别看玉雕作品美轮美奂 从事玉雕绝非易识 玉雕是古时的四大苦行之一 成年和水打交道 有噪音粉尘 非常艰苦 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美术功底 是很难在玉雕这行里 闯出个名堂来的 从最初的懵懵懂懂 到现在成为一代玉雕名家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 宋世义对玉雕的全部记忆 心法 早就了然于凶 而现在动手的这块玉雕 包含着宋师傅 玉雕工艺最为关键的环节 拙 首先要打磨掉玉雕的外皮 勾勒出大致的轮廓 玉石的原料价值不菲 必须要把材质最好的部分 完美地保留下来 玉石原料的它天然美 要强调 玉雕现在的工具 已经非常的现代化了 完全是电动的工具 配合不同大小尺寸和形状的铺 先勾勒出总体的形态 最小的铺 直径只有0.8毫米 虽然使用电动工具 节省了体力 但是如果失手 错误 往往是无法挽回的 虽然这门技艺 叫做玉雕 却并非是雕刻和凿机 工具都只会极其轻微地借出鱼量 去除掉的只是细碎的微尘 玉雕 这个雕字不准确 它不是雕出来的 因为玉非常硬 它是啄和磨出来的 一件事情我们好好琢磨琢磨 这就是从玉这来的 中国的古语说 玉不灼不成气 正是形容玉料雕刻成为精美玉气的过程 玉石的质地非常坚硬 这块玉料的硬度 大约在磨势6.5度 而普通钢铁的硬度 才5到6度 用金属切化玉石 根本就无法留下痕迹 现代工具的铁 都是硬度模式10度的钻石粉制成的 再经过高频率的转速 来完成玉气的雕琢 中国制作玉气 已经由来已久 曾经没有电动的工具 是如何把玉石切割开来 又如何雕琢成为精美的玉气呢 在故宫不愿的玉气馆内 珍藏着一套清朝光绪年间绘制的 古代制玉工艺流程 古代玉工在制玉前 首先要先研磨出解玉砂 解玉砂是从江河的泥砂中 通过除导过滤筛选出来的石英砂和金刚砂 有了解玉砂之后 玉工需要两人配合 用钢丝像拉锯一样切割玉料 解玉砂和水放置在茶壶中 滴在钢丝上增加锋利度 才能达到切割玉气的目的 还非常慢 一天恐怕也拉不了一寸的孔子 为了加工玉气更精致的工艺 中国古人发明了水凳 通过脚蹬的方式 靠麻绳旋转木轴 用锋利的金属配合解玉砂 完成造型 镂空 花纹等制玉工艺 几千年来 中国留存下来的玉气 如浩瀚星辰 并且有众多工艺复杂 做工精细的传世珍品 每一件玉气华美的造型 都沉浸着古人的智慧和心血 魔力不仅需要体力 精力 还要需要耐力 这个韧性 中国古人手工治愈的技法 相比其他手工艺来说 是难度最高的 随着现代机器设备的出现 纯手工技法 已经成为无法再恢复的绝代记忆了 经过了整整两个星期 宋师义手里的玉石逐渐地呈现出来总体的格局 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玉料的内部出现的杂质 这个玉雕在制作过程当中肯定要发生变化 实际上在制作过程也是设计的延续 玉料出现瑕疵 被称为脏 柳 裂 当无法回避的时候 就需要通过巧妙的设计来弥补这些问题 做这个工艺的时候 这工艺里很多脏的颜色 把脏的颜色慢慢地磨掉 把里面本来的好看的颜色录出来 完美无暇的玉料世间极为罕见 技艺精湛的玉雕艺人 往往可以利用瑕疵 化腐朽为神级 南派玉雕 为了追求玉制纯粹 往往不惜废料 而北派玉雕最为独到之处就是 英才诗意 以及对玉料本身不同颜色的巧妙运用 宋世义正是北派玉雕的顶级大师 宋世夫的作品 《水域观音》的玉料边上 有一调流裂非常影响美观 他将杂色做成了树叶 流裂巧妙地做成了书卷 现在有一件和尘白玉子料的 过一桶子 他组本边有一块白姜石 这姜石上部分 有一个小的黄皮 正好这个按常规 要把白姜石要去掉 我没有去 把这变成翘色 做一个白鹦鹉 给一个小黄组 宋世义喜欢研究各种预料 把不同材质 颜色 甚至瑕疵 都利用在自己的构思中 这才是其中的乐趣 一时原料的客观条件 和你作者的主动因素 碰撞 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就是我们玉雕的 创作的精神所在 哥德说过吗 艺术巨匠 是在现任中表现自己 宋世书的玉雕作品 可以说题材丰富 人物 山水 建筑 动物 应有尽有 我就是不愿意把自己 限制在某种题材 或某种原料上 他想用自己多年雕筑的记忆 展现玉雕的传统与现代 古典与时尚 我追求就是材料的多样化 和题材的广泛性的结合 现在的杏手年来 是几十年魔力的结果 几十年的我的魔力经历 实际上就是在琢磨自己 在琢磨人生 远古时期的耸立山峰 今天仍在召唤 想往那边跑的那种冲动 有冲动但我跑不动了 上古时期的浩瀚海洋 仍然郁郁生机 这种变化就是改变 我的机械的生活 改变我的生活机率 千百年锤大出的记忆 在传承与创新中前行 像流动的小个力 它整个是流动的液体的泥流 我六岁开始学习刺绣 当我坐在绣脚上 绣东西的时候 慢慢都会很迁就我 当国营就厂房 遇见艺术画廊 流水绕古街 小桥连老铺 青池围旧宅 传统的建民房 几乎要倒塌了 后来给它进行了一个维修 美丽乡村 指尖上的传承 中国故事 中国之心 游走中国 五州传播中心 携授凤凰卫视 2018年1月1日开始 凤凰卫视中文台 作为玉雕师 需要有思想 有内涵 才能走得更久远 才华是刀刃 辛苦是磨刀石 再锋利的刀刃 若日久不磨 也会生锈 多少玉雕师傅 为了创新 为了雕刻出 与众不同的玉器 彻夜不眠不休 在夜半的台灯下 名思苦想 常常顾不上吃饭 忘记与家人团聚 甚至是没有时间 与亲爱的姑娘花钱月下 从踏入玉雕行业到现在 历经半个世纪的兢兢业业 以及对玉雕题材的日积月累 才成就了今天的宋诗意 在玉雕这条路上 想成为一代大师 没有洁净可循 宋诗意虽然已经年育骨息 为了把作品能赶在梅兰芳的双甲之约制作完成 每天她都会在工作室里雕筑 六到七个小时 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了 贵妃的面部表情 头罐的珍珠 睡子 都是细雕的工艺 只要手稍微一抖 都有可能让作品无法挽回 而这样的事情 在行业里面时有发生 宋师傅虽然有五十多年的余雕经验 但对于关键细致的步骤 同样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每一次琢磨的深浅 都会影响造型的美感 在玉雕最后的阶段 已经没有再重新修改的机会了 成败就在手眼配合的每个瞬间 凤冠 是这件作品的难点 上面布满了珠翠 雕琢时 要保证每个珠子 历历在目 这道工序中 宋师傅总要摒弃宁神 因为稍有不慎 就会前功尽弃 整整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玉石上浮现出了 梅兰芳戏曲艺术中 会飞的形态 玉雕工艺的点睛之笔 在于光 就是通过抛光的处理 去除掉打磨的痕迹 把玉石的润白和造型的韵味 呈现出来 抛光的两个原则 就是第一是保工 第二是保活 这个保工 就是有些小的地方 一定要保住 不要给光模糊了 第二就是要保活 不要给碰坏 要使得和娃娃娃整整地完成 所以抛光采用全手工工艺 用细到极致的纱条 沿着造型的轮廓 小心翼翼地摸索几十万字 让玉器呈现出圆润光洁的质感 现在 洁白的美玉上 惠妃醉酒的神情 栩栩如生 折扇 朱翠 云文 构成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生命 玉之美 戏之韵 相应成趣 星际是国之翠 玉雕呢是石之翠 我对于梅派艺术的崇拜和热爱 不亚于我对玉雕艺术的崇拜和热爱 宋师毅今天打扮得格外隆重 他将要参加梅兰芳大师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活动 并且将会见到梅兰芳大师的后人梅宝九 宋师傅今天将会得偿所愿 将自己精心制作的贵妃醉酒赠送给梅家的后人 梅兰芳大师 月一万号 这边我也送你一个 是吧 您多保持身体 祝您健康长寿 中国玉文化自文明之时延绵今日 一代又一代治愈师傅 在精美的玉石上铭刻着诗情画意 玉雕是以玉石原料为载体 通过我们的这个记忆来表达我的艺术 我的追求 我的精神世界 玉雕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 是中华文明深厚的基石 从精美的玉器中 非领略历史的辉煌 非体会创作者的智慧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 玉象征着美好的意愿和高贵的品质 而这个理念还将会影响着未来的中国人 早在十多年前 宋世义就退休了 退休后 他先是成立了自己的玉雕工作室 后来又成立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 继续玉雕艺术的创作和传承 传承文化 教授技艺 是玉雕师在主艺的过程中需要完成的使命 玉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也离不开玉雕式的代代相传 宋世义感慨说 以前社会上普遍有一个认识误区 认为如果孩子学习不好 家境又差 那就送去摩玉 可事实上 做玉雕非常需要学问做职称 否则只能是流水线上的匠人 一辈子重复劳动 所以玉雕界更应该吸纳高学历人才 而另一方面令人可喜的是 随着人们对玉雕的喜爱 很多美术院校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 也正在进入这一传统行业 感谢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 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出华润凤凰焦点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